哈嘍 我們上一期教大家如何就是使用GUI 就是一個簡單的操作頁面去挖奇亞幣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如何使用Python 用一個更進階的方法來去讓你挖掘的更快 這一期的難度是有一點高 其實如果你只要仔細按照步驟做 我們都會把它講解的非常清楚 這樣讓你能夠P2P2更快 效能減得更低 那就讓我們繼續往下看吧 走 首先呢 我們需要先下載幾個檔案 我們先點選影片下方的連結去下載Python 那進來Python這邊 我們就直接點選這個按鈕 那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再來呢 我們再點選另外一個連結 到Github 到了Github之後呢 我們要下載的這一個就是Swar Chia Plot Manager 然後我們點選這個code 然後點選這個download zip 那這兩個檔案都下載好了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正式教學 首先我們需要先安裝Python 安裝之前你要先確定好你有下載好官方的 Chia 的程式 那這個如果還沒有下載 Chia 程式的人 我們可以點選右上角的影片去下載 我們可以點選右上角的影片去下載 那進來後我們就直接點選 Install Now 然後安裝好之後我們就按關閉 那這時候呢我們會建議大家再點選一次 然後我們點選這個 Modify 我們現在要確認就是這四個都要打勾 然後按下一個 然後我們也會再把這幾個都打勾 然後再按安裝一次 那都安裝好了之後就按 Close 關閉 這時候我們再解壓縮這一個檔案 解壓縮好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檔案剪下 然後我習慣是把它丟到C槽裡面 然後呢我也習慣把它重新命名 我會把它留成 就是 Chia Plot Manager 然後會把前後都刪除 再來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設定這個檔案 首先我們先點進來 然後有沒有看到這個 config.yaml這個檔案呢 我們必須要更改它的後面的附加檔案名 就是把這個 Default給刪掉 讓它變成 config.yaml就好了 那這時候呢 我們需要點選右鍵 然後按開啟檔案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選取更多的程式 這時候我們可以使用記事本 來開啟這個yaml檔案 如果進來這個檔案之後呢 如果呢 照著我們之前的安裝步驟做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複製的 我們就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貼在這邊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 奇亞幣挖礦的版本 那現在目前是1.16 我們就會把它改成1.16 再來這邊是使用者名稱 使用者名稱呢 那我們可以到本機裡面去找 通常會在C槽 然後使用者 我們目前這一台的使用者名稱就是WEN 然後下滑線C 那我們就把這邊改成這個 這樣子即可 好了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往下拉 再來這邊就是存放你日誌檔的地方 看你是想要放在哪邊 你也可以直接到C槽使用者 然後這裡面有個點 Chia 然後Mainnet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Logs 然後你可以把它這個路徑按右鍵複製 然後在這邊貼上 基本上這一格 看你想要放哪邊都可以 它只是記錄那個日誌檔 然後我們再往下拉 這邊是如果像是如果你斷線的話 提醒 你可以去提醒到你的Telegram 或者是提醒到你的Discord都可以 但這邊我們就不設置 再來我們這邊要設置的幾個數據就是這裡 Max for Current 這一個就是說你一次同時可以跑 大概多少個圖 如果是以16G來計算的話 你每個檔案是花3390的話 我們就可以先預抓4個 那我們這裡就寫4 然後呢 這邊就是問你說 如果你第一個階段 同時要開放大概幾個可以進行 那這邊也就是看個人 我們可以說兩個 這邊就是大家之後要去測試 要怎樣跑會比較快 這個中間就是說 如果你跑完第一個階段之後 你每一個階段間隔要多久 你可以寫 我通常都是放10分鐘 然後我們再往下 往下 這邊 預設是micron 但是這邊看你想要改什麼 我們通常都是改plot 然後maxplot 這個就是說 你要製作幾個檔案 其實就直接打999就可以了 因為就是它會把你的最終的硬碟那邊塞滿 再來就是這個temporary directory 這個就是說你的暫存資料夾要放在哪邊 如果你的SSD在D槽的話 我們就把它改成D 我們建議裡面再做一個資料夾 因為如果你之後要刪除裡面 就是用到一半的資料夾會比較方便 那如果呢你是有兩個以上的SSD的話 或者是兩個以上硬碟的話 也可以把它加在這個temporary to directory這裡 如果只有一個的話就是不用理它 再來 這個destination directory 這一個項目就是 你要輸出的檔案位置在哪裡 假設如果你要輸出在1槽的話 它就會把你暫存最後輸出的那個位置 會指定到1槽 這個threads就是你的序 那就是看你每一個檔案在跑的時候 你要給它多少序 通常像我自己如果是8核16序的話 我通常都會給它4序 那基本上它預設其實是2 那memory buffer這個就是 你的每一個檔案要花多少記憶體在上面 那通常都是4G就是4000 那這個maxconcurrent就是 你同時你要運行幾個並列 假設是6的話就是代表它一次可以運行6個 那這個要怎麼計算呢 我們通常就可以直接把你的序 假設如果是16序的話 16除以4的話 你的第一階段通常只能跑最多是4個 但是我們不能跑滿 我們通常會算3個 那這邊的話我們推薦就是 可能就是同時執行6個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它第一階段它會花掉2序 然後234階段它會花各一序 所以你自己去加一加 看看怎樣跑起來會比較順 那這邊我就要留給大家自己去測試 因為畢竟每個人系統不一樣 那這個maxconcurrent with start early 這一個按鈕的話就是說 如果已經在最後一階段的話 它要不要就是直接先開始 這裡其實 我覺得其實沒什麼必要 就是可能通常都是比這個數字在多1 剛開始你要開始跑的時候它會 它會delay多久 通常這個就是0 預設即可 那再來 我們值得要點的就是這個 stagger minutes 就是每一個間隔要多久 通常我這裡都是設50 或者是40分鐘 這就要看每個人的系統 再來 max4 phase 1 因為第一階段是最花效能的 那我們要想一下就是 我們最多是要跑幾個第一階段 那假設如果我們設3 8和16序的這個狀況下 設3 那每一個序又是4的話 你可以想像成 4、3、12 它第一階段會花掉大約12序的效能 那你剩下4序可以去跑其他的階段 那這邊就要大家自己去玩玩 這個就代表說到達第4階段後 你前面就可以推進你的第一階段的這個plus數 然後呢 下面這一些都可以不用理它 那都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按存檔 那存檔後 我們要怎麼開啟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把剛剛那個資料夾 就是我們選擇C槽 然後這個 我們就這裡按右鍵 然後點選複製位置 這時候我們到下方打 Windows PowerShell 那其實非常簡單 我們幾個指令就可以搞定 那第一個指令呢 就是CD 然後空格 然後把剛剛那個位置打進去 這樣子就可以指定到這個資料夾 那再來如何開始呢 開始的話我們就打Python 然後空格 Manager 然後點Py 這樣子就可以開始我們的指令 那再來如何看進度呢 我們進度的話就是 把後面的Start改成View 這樣子按Enter就可以進入到我們的頁面 那如果呢 大家在測試之中 要中途中段 然後去改就是你的設置的話 其實有個非常好的方法 你改完你的YAMO檔案 就是你的這個檔案 像是你變動了就是這個數值 可能你把它改成2啊 然後你又把它改成 就是同時運行第一階段 可能只改成4啊 就是這樣子的話 你去測試怎樣跑比較快的時候 這樣你只要儲存好 其實你只要把這個View 改成Restart 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直接中斷你算Plot的程式 然後它會把舊的這些 你改過的資料更新上去 那要怎麼中斷你的程式呢 其實另外一個指令就是 就是把這個改成Stop 那改成Stop之後呢 它會運行把你原本的這一些 就是跑完之後它才會中止 然後呢 最後 其實你也不需要每次都打這些文字 你只要按上 箭頭的上 它就會跑出你之前所打的 所以你只要下一次開機的時候 你第一個指令就是CD 然後這個PlotManager 然後再來你就是剛剛的那個Python Manager.py 然後點Start 然後就可以開始挖礦程式 最後這一段可能畫質有點差 那我們就是來演示一下 如果你開機之後要怎麼開始那個程式 就一樣也是到Windows PowerShell這邊 然後你就直接按上 然後找到CD 我們剛剛的這個CharmManager 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只需要點 Start 這樣子 就可以開始了 那開始之後呢 我們要怎麼去看呢 我們就去按View 然後它就會跑出來 那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幾個重點 就是這個Temp 這個是我的就是暫存資料 那它目前是使用了這一些 那目前有跑六個 然後最後的地點是這樣子 目前已經佔用這樣子 這邊你可以看到你CPU的功率 然後還有記憶體的功率 其實這個都還沒有優化好 那再來呢 這邊你可以看到它目前已經 今天跑了二十個檔案 然後在我們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時間 像兩小時二十三分鐘 兩小時四十分鐘 這個就是它跑完第一階段的時間 然後第二個這個框框 就是第二階段的時間 那它目前 這一欄就是它目前在第三階段 那你看我們剛剛這樣跑完 它這裡就下來又跑一個新的 那目前這是有七個同時在運行 然後呢 這邊就是開始的時間 那基本上 其實它這樣子就是已經有在跑了 你如果把這個關掉 其實它還是有在背景在跑的 那如果要再打開怎麼看 就是一樣就是我們剛剛的做法 就是 就是CD 然後 再View 它就會出來 是不是很簡單啊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問我們 對了 如果有一些人就是想要用遠端的話 也可以去下載這個 Google Chrome desktop 那這個東西下載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遠端來操控 其實這個我是挖好玩的 因為就是 因為手邊剛好有一些多餘的空間 那就利用這個多餘的空間 擺著也是擺著 那我們就把它算起來吧 好了 看完這一期教學之後 其實如果你是使用Windows系統的話 你也可以照著做 如果你要使用Linux系統的話 其實做法都是大同小異 那我們要想要講的一件事 就是Linux系統 如果真的要用這個跑的話 它效能會大概高了 大概10%左右 那雖然P圖 還是要看大家就是 如果你是很多機器的話 還是要真的要去學一下 怎麼用Linux系統 那如果只是一個機器的話 我們其實操作Windows系統 其實就可以了 影片的結尾如果你想要就是 找貓咪或是狗狗的益生菌的話 也可以使用我們下方的連結 然後 這個也是我們家貓貓吃的益生菌喔 在底下也會有個優惠條碼 也可以打折喔 那就這樣 如果覺得這支影片 對你有任何幫助的話 也歡迎幫我們分享轉發按讚 那就這樣 掰掰 跟態度 paid 可以嗎 記得嗎 記得嗎 記得 不用抵抖 希望我們按讚